感谢大家填写资料 那你填写完资料之后 我们送你这两个母片范本 那这两个母片范本该怎么运用它呢 我们提供一组是我们商务器类蓝色的简报范本 一组是我们的旗舰版的范本 那这个旗舰版的范本在对岸 它的一个价值应该有快到1000块人民币了 好,那我们先来看怎么运用它 OK,首先呢 那我先打开一个我已经打好字的简报 好,那这个文字的简报呢 它目前大致的版面配置都是标题投影片 或者是标题集物件 那第四章这个是我们套的所谓的区段标题 它有不同的版面配置 那预设只有9个版面配置 那里面有一些比较两项的 13、14章 我们套了所谓的比对的版面配置 OK,因为它有第二个标题 一个内容 那这一组我只要到设计所有标签 布景主题的其他按钮 点了其他按钮去浏览布景主题 寻找 寻找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布景主题 OK 好 母片范本 我先套蓝色这一组 你就会发觉套进来 我的简报呢就有一定的美化效果 那这个部分我简单播放一下 好,那做出来的效果是这样子 有一定的美化效果了 那但是呢我第二章 Ctrl按着布放第三章 以及我的第20章 因为这三章呢 目前都还不是简报的内容 它属于简报者介绍 目录跟感谢聆听嘛 不属于真正的内容 所以到常用所有标签的版面配置 套了我提供的版面配置 布景主题之后呢 你的版面配置会变成16个 好,那这边你就可以选择像标题集物件 大家最常用的是标题集物件 这边我就多做了五个标题集物件 我就可以切换不同的标题集物件 好,那第六章因为字比较少 我就可以选择第四个标题集物件 第七章右边空间比较大 右下角有空间 所以版面配置我可以选择第五个 第十章右边空间一样很大 我就可以选择其他的 我选择不同的版面配置 我的简报美化就有不同的变化 过程中都没有去动过文字美化 直接套用就好 直接套用就好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设计过的布景主题 那大家拿到这一组 你就可以直接套到你的简报中 当然记住先决条件 你的简报文字绝对不可以选择做文字美化 记住做的这件事是破坏快速美化的功能 那详细的概念我们就留到我们的简报课程 IT360的简报课程再来为大家说明 呢